新竹新峰海水浴場 六名外籍一共相約細水 兩人不剩溺水 其中一個人在家戶病房觀察 另外一個人被救上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現場風浪不斷拍打 有人不敵強風硬身跌坐在地 消防人員扛著全身貪軟的溺水者 不為強風前行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消防人員緊急實施CPR 一旁溺水者親友践踏失去意識 一動也不動 不斷放聲哭喊 17號下午3點左右 六名外籍一共一同前往新竹新峰鄉的 新峰海水浴場細水 玩了半個多小時 卻驚覺兩人已經脫隊不生溺水 趕緊報案 消防人員火速趕到 將兩名溺水者救起 本所立即派遠前往使用救生裝備 下水實施救援 成功將兩名男子救援上岸 其中一名三十三歲 陳姓男子被救上岸時 意識模糊 目前仍在加護病房 但另外一名同樣姓陳的三十五歲男子 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 消防人員當場進行急救措施 隨即送醫搶救 但人宣告不治 六人遠在他鄉 互相結伴快樂 相約戲水 卻玩出人命 從此天人永隔 再也回不了家 也讓這趟戲水回憶蒙上因應 記者顏日龍朱均異性主報導 警告 有目標 請您的記者